文盈 我赵世军 一生都在为了沙河震奋斗 为了沙河震 就算让我死 我也在所不辞 如果不能活着把秀云 还有千惠带出牧场 我希望 你能把玉坤带上正途 请原谅我的自私吧 我想要好好地补偿秀云 好好地陪她走完 人生的最后一程 好好尽我一个父亲 所应该尽的责任 我已经答应了秀云 还有镇阳的婚事 毕竟 我不能预测明天会怎么样 我只希望 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 留下最后美好的回忆 秀云 我们真的成亲了 你就是我的妻子了 你就是我的妻子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自己好幸福 好幸福 可是我害怕 我害怕不能陪你摘果子 害怕不能陪你唱歌 害怕不能陪你编写字 不会的 害怕所有的事情 你别说我 不会的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你看 那么多人都来了 我们一家又团聚了 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不说了 而且 现在那么多人都得了瘟疫 你 包括我 还有秦慧 如果我们 真的逃不过这个结束的话 我已经和赵叔叔说了 把我们葬在一起 不管生死 我们都要在一起 到时候 牧场外的坟地上 你 我 我娘 我大块头爹 还有沈姑姑 我们无聊的时候 可以一起出来聊天 甚至可以出来打麻将 到时候 牧场外 总是归影重重的 可能都成了沙鹤镇的一大机关呢 好 还在吃药 来了 来了 坐吧 千惠现在怎样了 千惠的病 好像越来越重了 现在是什么时辰 自食 自食了 自食了 要不了几个时辰天就不了 也就是说 这个晚上 应该 是你赵氏君和我亮永长 在这日人世间的最后一个晚上 也是最后一次谈话 照你这么说 我要拿一瓶酒 咱们两个喝一下 咱们两个喝一下了 我这辈子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竟然有可能跟你死在一块 没错 以前有句话 叫不求童年童月上 但求童年童月死 但我也实在没想到 却涌在你我这样一对冤家仇人身上 你还是应我而死 你别这么说 是我自己决定要绑你的 就算你救不了大家 我也要一起负这个责任 这几天我瞎了以后 觉得时间过得特别 对吗 我想是在做一个特别长的梦 以前的过往 全部浮现在眼睛 宝爷 真的是宝 现在一切的一切 啥和真的结束 都是老天在对我的宝 我以前常说 我常说天太有眼无珠 过不及了 他就还我一个有眼无珠 此一点也不可怕 但我们已担心一个 活着的人 谁呀 我梁永昌 今生作孽太多 心慈 丘陵 万大权 新寡妇 李耿鸣 包括苏镇掌 这些死的人 无疑不是直接 或间接由我造成的 他们死了 我只有亏欠 可对于活着的人 却更多的是担忧我 现在玉坤下落不明 竟会生死被捕 如果明天你我二人真的一块被烧死 实际 我最担心的是文英 我觉得她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 我真不知道她以后的日子会怎样过 那我问你一句 你对文英还有感情吗 呵呵 感情 你我二人死到临头了 还说什么感情 不过想想自己曾经 一心追逐所谓的爱情 可现在想 无论是你和心慈 还是我和文英 无疑不是阴差阳错 命中注定 活得我这把年纪 才算明白了五个字 珍惜眼前人 虽然现在 有点晚了 是君兄 再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行吗 说吧 如果 你我二人 明天真的被烧死 在走之前 你一定要托付复兴兄弟 让他把我的骨灰 埋在那片墨林 埋在苏镇掌 和文英的那座假坟堡 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为他们做什么 但就死后 没有这个缝纷烧着他们一块 没有这个缝纷烧着他们一块 你不能死 文英 是吗 你要治好这场瘟疫 大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 你要坚持下去 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师君哥 对不起 对不起 师君哥 师君哥 他在吗 他在吗 在 怎么了 张师君 这次我们沙河镇 也许真的有决 什么意思 正所未造过了 我一直觉得 我这最后一招一动攻击 应该可以治疗这场门 可事实却收效不大 我败思不得其解 总觉得少了一味芳药 事来事去却发现 少的是一记 最最普通的阳帝 不许过 沙河镇应该有救了 应该有救了 太好了 那我们沙河镇有救了 我们沙河镇有救了 太好了 文艺 你这是干吗 熬的时间太长了 你听我说 你先放下 一个时间还没有到呢 文艺 火太小了 你放心 你相信我 这次绝对不会再有查错了 总之 不能再出错了 啊 好 走 爹 秦辉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是我把你害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很自自 很难过 我很想做一些补偿 所以 这碗药 还是我喝吧 秦辉 你这个傻孩子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爹现在已经是这样子 爹 本来就是个该死 该死一百次的人 爹一点都不怪你 你不知道 爹能在有生之年见到你 这已经是老天 对爹最好的一种汇报了 傻孩子 不 爹 前辉已经决定了 我尊重他的决定 爹 你好好地活着 我尊重他的决定 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 在等着你救他们呢 我不一样 就算我死了的话 也死不足惜 我相信 你是一个好大夫 你配的这碗药 一定能救活所有所有的人 而且 你是我爹 我是你女儿 对吗 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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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娘 娘 娘 我一直都有个心愿 就是希望 你跟爹 能够化解以前的恩怨 能够把手 重新地牵在一起 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看到 娘 原谅爹吧 好吗 娘答应 娘答应 我 千惠 千惠 怎么回家 千惠 你怎么了 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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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家 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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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婉婉 求你保佑千惠姐姐好不好 让他坚强一点 让他站起来 他就是我们的希望 娘 求救你了 就让她好起来吧 有人吗 好黑啊 千辉 爹 爹 千辉 爹 你在哪儿 爹在 我在 千辉 爹在呢 别怕 怎么了 爹 好黑啊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 看不到 好黑啊 不能啊 千辉 爹 我要的时间和药量应该没错 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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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辉 梁叔叔 千辉怎么了 千辉 他怎么告诉他什么都看不见了 怎么了 千辉 郑阳 他这怎么回事 郑阳 你看得见我吗 千辉 郑阳 你看到我了 千辉 我看到你了 刚刚怎么这么黑啊 我刚刚去添油了 油都没有了 这是吓死我了 是你们吓死我了 是你们吓死我了 爹 我们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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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作用了 要去作用了 我们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 要去作用了 会去这样 各位兄弟们老 我们有救了 老天终于开眼了 我们有救了 小医生们 恩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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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啊 这可讨价说几句 谢谢你啊 各位 杨大夫的病才刚好 他有些话 想对各位说 乡亲们 我梁永昌是什么 大家以前或多或少 都应该听过 我以前造过很多的年 犯过很多的错误 正因为这样 老天才会让我 瞎了这双眼睛 可说起来 你们也许不行 我瞎了以后 我瞎了以后 方而觉得比以前看轻了 真的 士隽 你猜吗 就是这个人 赵士隽 二十年前 他跟我说 他要拯救杀赫珍 当时我不行 我认为他在撒谎 我认为他在放病 可现在 我觉得呢 那是我以前 我们在放病 乡亲们 你们刚刚说要 谢我 说我是你们的 残生父母 你们不知道 你们这么说 比大我 我觉得还难受 因为 要谢的人是你们 你们这里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我梁永昌应该谢的 你们不知道 这场瘟疫 对你们来说是一场灾难 对我 却是一个救生自己 给自己洗清罪恶的记忆 我现在只恨 自己要赔的太后 要不然 可以让咱们沙盒着 少死几个月 所以你们不要谢我 今天 是我梁永诚 给谢你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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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梁永大夫是我们的 众名人 大家说对不对 对啊 娘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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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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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回来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李宗盛啊 林大伯 好久不见了 李宗盛哪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 你干爹 你娘 秀云 千惠 他们都在牧场里呢 他们现在感染上了瘟疫 前两天 我领着乡亲们 给他们祈福呢 我们大家都在为你干爹担心呢 干爹 你是说赵时俊吗 他怎么能算是我干爹呢 我可没有他这种干爹 李宗盛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讲的都是事实 你竟然连你自己的亲人 连你的干爹都不认 那我不告诉你 我杀何珍 也不认你这种不孝的子孙 田办事 这是上级派来的田办事 看看吧 你看一下 这是上级开出的伟人庄 我现在是新任的沙河镇镇长 你 我下令立即召集所有的父老 到祠堂开会 这是真的伟人庄 现在形势混乱 只要朝礼不做官 假的也会变成真的 看你肯付出多少了 我可没钱啊 你爹赵时俊的名声 就是你的本钱 把沙河镇抓到手了 钱还怕少了吗 我答应你 沙河镇里面的人 你们都听着 我奉沙河镇新任镇长的指令 即日起封锁牧场 未避免瘟疫扩散蔓延 未必无辜阵民 在接受体检治疗 确认身体状况健康之前 你们任何人也不准离开牧场半步 你们是什么人 凭什么封锁牧场 上 我也是秉公办事 在此之前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奉沙河镇新任镇长之命 你们最好老老实实地 在牧场里面待着 谁是镇长 你说 说清楚 谁是镇长 相信在座的各位 都已经听林大伯说了 我现在是新任的沙河镇镇长 各位放心 我一定会奉公执法 为沙河镇尽职尽责 班长 林大伯 班长沙河镇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想说 依据沙河镇的族规 在五位长老一致通过的情况下 拥有罢免镇长的权利 对吧 是 我很抱歉地通知各位 由于你们几位年事已高 不再适合作福了 我已经向上级请示过 让你们几位高老回乡 回家养活 由我挑选的人积任 如果在座的各位 对我这个镇长 有什么不信任的话 可以去找上级的人台 对 我赵玉坤生在沙河镇 长在沙河镇 一定会为沙河镇尽心尽略的 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要通知在座的各位 我已经下令封锁了牧场 而且请了最好的医疗团队 去治疗他们 在他们完全康复之前 任何人都不许离开牧场半步 如果最好的医疗团队 都治疗不好他们的话 我也只能让他们在牧场里终好吗 这怎么行啊 你娘 你干爹 秀云千惠 他们都在里面呀 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呀 你以为我就不难受 那里关的是我娘我妹妹 可是我能怎么办 我是金可镇的镇长 我们能不能拿全沙河镇尔米的性命 倒而起吗 大喜啦 卫一过去啦 大喜啦 卫一过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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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了 解除了 去看看去看看去看看 尼大伯 尼大伯 梁叔叔的药有效了 什么 你又说什么 沙盒家有救了 我们终于有救了 有救了 瘟疫过去了 瘟疫过去了 太狗了 真的 瘟疫过去了 哎呀 真是太好了 郑阳 玉坤 你回来了 你娘现在弄我手 真是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你怎么了 玉坤呐 郑阳说了 瘟疫过去了 我们有救了 是啊 是啊 你那个狗屁的禁令 没用了 没用了 你们撤销吧 撤销吧 他说瘟疫过去了 就过去了 他又不是专业的医生 我为什么要相信他 你怎么 请郑阳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沙盒镇的镇长 我已经下令封锁了牧场 而你 就是落网之鱼 你知道吗 郑阳 林大伯 你们几位 刚才都跟郑阳密切接触过 全部要送到牧场去隔离 赵雨坤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为全沙盒镇人民的 安危着想 郑阳 我想请你 去接受我们医疗人员的 身体检查 相信你不会反对吧 怎么会这样 郑阳 镇长 下去吧 是 恭喜你啊 你的身体状况完全正常 报告显示 你没有感染任何疾病 怎么 你狠疑惑是吗 你想不明白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镇长了 对吧 好 我告诉你 我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做到这个位置的 不过你放心 我是一个公正的人 只要你在沙盒镇安分守法 沙盒镇的族规 一定会维护你的合法权利 赵雨坤 你现在怎么那么冷酷无情 我们所有人都盼着你回来 你回来了 你不去见你爹娘不说 你还封锁整个牧场 你还是人吗 我只是尽一个镇长应尽的责任 我说过了 我是一个公正的人 绝不会循私枉法 还有 这是我的家事 你似乎也管得太多了点吧 你既然这么愿意管闲事那么好 我倒是想跟你谈谈秀云 秀云 我曾经说过 我不喜欢你 我现在还是一样 一样讨厌你 我和秀云从小一起长大 我太了解她了 她根本就不是爱你 她对你只是好奇而已 你们俩才在一起多久 一年 你知道我跟她在一起多久吗 二十年 我们俩的感情要深厚地多 更何况 我现在又是沙盒镇的镇长 如果你知趣的话 我奉劝你 还是尽早退出的比较好 很抱歉 我和秀云是指父为婚的 指父为婚个屁 什么指父为婚 你没钱没文化没本事 你简直一无是处 指父为婚 那全是上一代那帮老糊涂的狗屁约定 赵雨昏 很可惜 我和秀云两人是两相情愿的 郑雅 你要是真的爱秀云 就不要让她跟你到处漂泊 不要让她跟你过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的苦日子 你拍拍胸口问问你自己 你能给她幸福吗 而我呢 我有大好的前途 显赫的地理 我现在又是镇长了 只有我才能配得上秀云 你明白吗 我告诉你 咱们俩之间的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还没有输 我也根本不可能输 赵雨昏 我已经和秀云百当成心了 你放心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这个王八蛋 你是个卑鄙小人 趁我不在的时候 你敢抢走秀云 你是个卑鄙小人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卑鄙 秋月是我的妻子 也就是不争的事实 放心 卑鄙 把她给我押起来 谁 赵雨昏 放开 你凭什么抓我 看来你好像不记得了是吧 好 我告诉你 你曾经投毒谋杀持枪伤人 你的案子一直悬而未决 看来现在是时候该解决了 不可能 怎么 你没有话说了吧 不可能 把她给我带下去 是 走 好 镇长 你来了 好 吕医生 牧场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把牧场里所有的人 都检查了一遍 发现 等等 田伴 在 你先出去一下 我还有事情要跟吕医生谈 是 来 来 您请 您请 坐坐 好 接着说吧 我们发现啊 他们使用的药物啊 特别有效 已经彻底治好了瘟疫 我看牧场啊 可以解除封锁了 要不要马上通知他们呀 不急不急 老吕啊 你在医院工作多少个年头了 说起来 在医院已经工作了三十个年头了 三十多个年头了 不短的一段时间啊 我听说 你最近想买房 不知道买了没有啊 买不起啊 现在物价那么贵 其实啊 那只是个梦想吧 梦想啊 有的时候也会成真的 就要看你 懂不懂算命 老吕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欣慈姐 你看 我带谁来看你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配的药方有效了 治好了瘟疫 我们也做了身体检查 等报告出来 就可以回家了 欣慈 我今天来 不是要和你说这次 我是真心 希望能得到你的愿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一转眼就过去了 你我之间的爱恨情丑奔 都跟你一起长眠地一下 我真心的想对你说三个字 对不起 如果你圈下有职 希望你真的能接受我 原谅我以前的所所所 原谅我以前的一切 接受我这一拜吧 善慈姐 善慈姐 你听到她说的话了 你会原谅她的对不对 善慈姐 我现在 最担心的就是欲愧 她走了那么久 还是杳无音讯 还有千辉 我不希望他这一辈子 像我一样 孤孤单单地过一生 至于秀玉 你就放心吧 他嫁给了郑阳 这辈子都会很快乐 很幸福的 文音他说得对 信子 你泉下有知 一定要保佑郁坤这个孩子 不要让他像我年轻时那样 心事那么偏激 让他尽快迷渡致富安排 都怪我 从小 只教郁坤好好粘水 不教他怎么做人 信子姐 你一定要保佑郁坤平平安安地回来 郁坤是个可怜的孩子 是我对不住他 从小 我就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这事不该怪你 还是该怪我 都怪我 哎呀 秦惠姐 你吓死我了 怎么了 魂不守舍的想什么呢 哎呀 郑阳都出庭那么久了 也没有个消息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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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和我爹一起去坟头了 真的 那不挺好的 是啊 我觉得好开心啊 秦惠姐 你现在有爹有娘有干爹 有我 还有玉坤哥哥 你说你是不是挺好的 我觉得 好幸福 幸福 幸福 我觉得 你还差个丈夫 说什么呢 哎呦 秦惠姐 秦惠姐 你说我每次都问你有没有心上人 你要是有啊 一定得告诉我 保证我跟你说去 没有啊 要不 要不 你要是再说的话 我可要出家了 善哉 善哉 请问 哪位是赵秀云小姐 我是啊 怎么了 赵秀云小姐 您的身体状况有点问题 我们想为您做进一步的检查 不都已经检查过了吗 怎么还检查啊 对呀 这位小姐请您先出去一下 我为什么要出去 我们为病人检查的时候 有他人在场不方便 不就是检查嘛 有什么不方便的 卫兵 有 你们要干吗 你们要干什么 把她带人出去 江湖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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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什么呀 水冰 压住她 你们干吗 水冰 压住她 干吗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